苦战86分钟 周天成就是稳啊 从0比1到2比1 逆转战胜179公分小波波夫 实现双方交手三连胜 这是周天成在本次瑞士公开赛的首场比赛 对手是法国 世界男单21的小波波夫 有着往前技术不逊色 21年安赛龙的实力 但还是被周天成关键时刻 一波5比1强势拿下 双方之前两步交手 可以说是老对手了 一上来就发起进攻 没有那些试探 打得十分胶着 一分不断胶提上场 小波波也放在地铁平台上 把大提铁平台上的 控制方又放在地铁平台上 1分不断胶着 1分不断胶着 点亮 1分不断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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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不断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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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波夫的特点非常鲜明,有球他都接,即使对方控球质量特别高,他也能尽力回到较高质量,而这给周天成带来非常大的麻烦,打得十分被动。 小波波夫捉住这波机会,将分差不断远。 远远拉开,率先以21比13,取得开门红。 都说十年一影帝,百年周天成,真的是太有道理了。 第二局周天成发挥自己的演技,经常假装气喘吁吁,显得体力不支的样子。 解释你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甚至跑不动挥不起球胎 试图让对手心里轻敌 但小波波夫也非常了解他这点 不断将比分紧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面对这样的情况 周天成直接发起猛攻 凭借自身体力充沛的优点 不断接连得分 将分差远远拉开 以21比16搬回一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蒙古 占据领先优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的技术盛 他取得领先 但始终拉不开巨大分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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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